東京奧運開幕倒數 不過面對疫情的不確定性 日本媒體爆料 東奧主辦單位考慮 不讓外國觀眾入境關賽 美日新聞引述多名消息人士報導 受到日本疫情影響 當局打算不開放外國人入境關賽 主要是考慮 目前疫情尚未穩定 如果強行開放外國觀眾入境 恐怕會造成民眾反感 此外針對國內觀眾的入場規模 也將重新研議 預計在3月底前做出最後判斷 我們為了 為了保護民眾的生命 生活和生活 為了保護2週間 日本政府正在檢討 二度延長首都圈緊急事態宣言 基於專家和地方政府 對解除宣言提出的慎重看法 菁英偉考慮將緊急事態宣言 再延長兩週 5號舉行記者會向民眾說明 原本寄望東奧能帶來 破百萬的外國旅客量 振興低迷的經濟狀態 如今受到疫情衝擊 能不能如期舉行都是未知數 記者葉立委綜合報導